无聊是对欲望的欲望,当一个人没有任何欲望,而又渴望着欲望之时,他便感到无聊。 舒本华把无聊看作欲望满足之后的一种无欲望状态。 可说是知其一不知其二,完全无欲望是一种田径状态,无聊只包含着不安的成分,人之所以无聊不是因为无欲望,而是因为不能忍受这无欲望的状态,因而渴望有欲望。 无聊的前提是嫌,一般来说,只要人类在求温饱之余还有精力,无聊的可能性就存在了,喜乐又剩余精力解释美感的发生。 其实,人类特有的一切好东西坏东西,其发生该乱于此,无聊也不例外,所谓嫌,是指没有非做不可的事,所以可以自由支配时间。 做自己感兴趣的事,嫌的可贵就在于此,嫌的未必无聊,嫌着没事干才会无聊,有了自由支配的时间,却找不到兴趣所在,或者做不成感兴趣的事。 甚于精力茫茫然无所寄托,这种滋味就叫无聊,嫌是福气,无聊却是痛苦,在自由状态下,多半可以找到宝子排险无聊。 排险的方式因人而异,最能见出一个人的性情,愈显薄的人,其无聊愈容易排险。 现成的法子有的是,不有电视机和互联网呼,面对屏幕一座几个终点,天天做到头昏脑胀,然后上床去,差不多是现代人最常见的消磨闲暇暇的方式。 或者说,糟蹋写啥的方式,时间就是生命,时间是我们的全部所有,谁都不愿意时间飞速流逝,一下子就到达生命的终点。 可是大家似乎又都在消磨时间,也就是说,想办法把时间打发掉,如此宝贵的时间,似乎又是一个极其可怕的东西。 因而人们要用种种娱乐,闲谈,杂物隔开自己与时间,使自己不至于直接面对着空无所有,而又确实在流逝着的时间。 时间就是生命,奇怪的是,人人都爱惜生命,不愿急速是,却害怕时间,没空气停滞,我们好歹要做点什么事,来打发时间。 一旦无所事事,时间就仿佛在我们面前停住了,我们面对制脱虚世界外衣的赤裸裸的时间,发现它原来空无所有。 心中隐约对生命的实质也起了恐慌,无聊的可怕也许就在于此,所以要在意排遣。 人生中有些时候,我们会感觉到一种无可排遣的无聊,我们心不在焉,百事无心,觉得做什么都没意思。 并不是疲倦了,因为我们有经历,只是忙无出路,并不是看透了,因为我们有欲望,只是空无对象。 这种心境无等而来,无端而去,昙花一现,却是一种直接暴露人生根底的深邃的无聊。 当一个人无所事事而直接面对自己时,便会感到无聊。 在通常情况下,我们仍会找些事做,尽快逃脱这种境遇。 但是,也有无可逃脱的时候,我就是百事无心,不想见任何人,不想做任何事。 自我似乎喜欢捉迷藏,如同蒙天所说,我找着我由于偶然的信号,比由于有意的搜寻多。 这个自我,摆脱了一切社会的身份和关系,来自虚无,归于虚无。 难怪我们和他相遇时,不能直面相识太久,便要匆匆逃离。 可是,让我多坚持一会儿吧,我相信这个可怕的自我,一定会教给我许多人生的真理。 受和神大约都不会无聊,受活命而已,只有纯粹的生存,神充实自足,具备完满的存在,受人神三界,唯有交在中间的人才会无聊,才可能又活得没意思的感觉和叹息。 人,永远走在从生存向存在的途中,他已经慈别受见,就无望进入神界,他不甘于纯粹的生存,却达不到完美的存在。 他有了超出生存的经历,却没有超出生存的目标。 他寻求,却不知道寻求什么,人是注定要无聊的,于是心中老选着一个遥远目的地的旅客,与不耐旅途的漫长,容易办无聊来。 由此可见,无聊生与目的与过程的分离,那是一种对过程疏远和隔膜的心境,孩子或者像孩子一样单纯的人。 目的一时带薄,沉浸在过程中,过程和目的浑染不分,他们能够随遇而安,即使起信,不易感到无聊。 商人或者像商人一样精明的人,有非常明确实际的目的,以此指导行动,规划过程,目的与过程丝丝相透。 他们能够聚精会审,分秒必争,也不易感到无聊,怕就怕既失去了孩子的单纯,又不肯学伤人的精明。 目的一时强烈,却并无明确实际的目的,有所追求,但所求不是太缥缈就是太模糊。 但不知道究竟想要什么,心中弥漫着一团空虚,无物可以前冲,白到手的一切都不是想要的。 于是难免无聊了,等得可怕,在于等的人对于所等的事完全不能支配,对于其他的事又完全没有心思, 因而被迫处处在无所事事的状态,有所期待使人兴奋,无所事事又使人无聊,等便是混合了兴奋和无聊的一种心境。 随着等的时间延长,兴奋转成疾劳,无聊的心境就会占据优势。 活着总得等待什么? 纳博士等待哥多,有人问贝克特,哥多究竟代表什么? 他回答道,我要是知道,早在局中说出来了,生活就在这等待中,展开并且获得了理由,等的滋味不免无聊,然而,一无所等的生活更加无聊。 不,一无所等是不可能的,即使在一无所等的时候,我们还是在等,等那个有所等的时刻到来,一个人到了连这样地的也没有的地步,就非自杀不可。 所以,始终不出唱的哥多先生,实在是人生舞台的主角,没有他,人生这场戏是演不下去的,生命太短暂了,太珍贵了,无论用他来做什么都有点可惜。 总想做最有意义的事,足以使人不需此生,此而无恨的事,却没有一件事看当此重责。 但是,人活着总给做点什么? 于是,我们便做着种种微不足道的事,无聊是意义的空白。 然而,如果没有这空白,我们又怎么会记起我们对于意义的渴望呢? 当情人不在场的时候,对情人的思念变不满了爱情的空间。 精神一面要逃遍无常,祈求永恒,另一面却又厌尽重复。 可慕心奇,在自然中,便是绝对的,不便是相对的,绝对的便注定了反叹热身的一宿,相对的不便造就了日常生活的单调。 所以,无常可重复,原是自然为人生力的法则,但精神不甘于寻刺倒则,偏要求绝对的不便,永恒,偏男人相对的不便,重复,在便与不便之间陷入了两难。 对于那些不安的灵魂来说,重复比无常更不堪忍受。 精神原是为逃脱无常,而不劝的追求永恒,但后来这不劝的追求本身成了最大需要。 以致当追求却在之时,为了逃脱重复,他就宁愿扑向无常,毁灭自己,无聊,缺乏目的和意义,无聊的天性,没有能力为自己设立一个目的,创造一种意义, 为大天性的无聊时刻,对自己所创造的意义的突然看破,如果消遣也不能解除你的无聊,你就有点深刻了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访问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